一部影视作品被他国翻拍 首先被认可的一定是剧本 其次才是在当地的人气 步步惊心刚好两者兼具 步步惊心力 男女主的友谊和原版男女主的好消息 上周在中韩同步飘红 那边李准基新加坡晒照 被哀语流言吐槽 这乡结婚三年的无气龙刘诗诗夫妇 宣布即将成为父母 刘诗诗怀孕五个月的消息传到韩国 异国剧名表示 四爷和洛西献身happy ending开心 也有慢半派的金夫 他俩居然真的结婚了呀 还有受韩国年龄文化影响较甚的吃花感叹 两人差了16岁 女主有点可惜了